真正快乐的人 拥有这四个无 无债 无关 无事 无病 我们曾经以为 拥有的东西越多 就活得越越快乐 腰缠万贯的人 可以有钱花 随便花 这样的日子 我们都很羡慕 高高在上的人 有权有势 可以指挥别人做事 这样的位置 很威风 农村的人羡慕小城市里的人 小城市里的人 想要去大城市定居 大城市的人想出国 到底什么地方最好 没有人说得清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越来越发现 拥有越多 反而是累赘 会压垮一个人 俗话说 舍去便是拥有 小舍小的 大赦大的 不舍不得 真正快乐的人 拥有以下这四个无 无债 无官 无事 无病 第一 无债 赚钱自由自在 工作毫无压力 人到中年万事休 很多中年人成家立业 结果背负了一身的债务 买房子要承担房贷 买车也要贷款 创业需要到处借钱 为了钱的事情 头发都响白了 眼睛都熬红了 每天早晨 睁开眼睛 发现身边没有一个 可以依靠的人 自己的人生很苦 需要的钱很多 一个人负债累累的时候 在最难熬的时候 债主随时会找上门来 身边的人也看不起你 人穷了 亲戚朋友都没有了 大家也不想和你来往了 觉得你就是一个废物 害怕你开口借钱 读者小孟曾经对我说 负债五十多万的人 谈恋爱的资格都没有 人家听说你负债那么多 好都来不及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当你有钱了 别人会对你微笑 走路都神采奕奕 如果你穷了 谁都看不起你 即便你是在创业 很有笨头 别人还是担心你崩溃 当你把债务还清的时候 忽然发现人生轻松了 做梦都在咯咯笑 没有负债的人 感悟不到无债一身轻的幸福 负债的人变成了无债的人 从今往后开心每一天 工作的时候没有压力 也不很担心失业 赚钱的时候也不会固定赚多少 可以少赚一点 够吃够喝就好 第二 无关 做一个普通人 平凡 简单 高高在上的人 那是高处不胜寒 总是感觉战战兢兢 稍微做错了什么 那就是大问题 就是坑害了老百姓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万一做错了事情 那就是所有的成绩 毁于一旦 到时候 哭斗来不及 当一个人 无关 的时候 就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不担其责 心情自然会越来越好 我们小区 有一个王大爷 曾经在县里做大官 他说 当官也难受 要服从别人的指挥 还要手下的人得力 否则事情完不成 办不好 那是要挨批评的 还有人总是在讨好你 想要从你的身上捞好处 让你防不胜防 万一收了别人的红包 那就是睡觉 都不安心 担心自己事情败露 担心别人举报 王大爷曾经在职的时候 被人从门缝里射进一个红包 他拿住红包 半天都不知道 怎么办 后来把红包上交了 才如释重负 一个人 到了卸任的那一天 说起来是一件 难过的事情 甚至有人 还留恋过去的位置 可是聪明的人 在那一刻 忽然就变得很开心了 真正活成了自己 做一个普通的人 才是幸福的人 第三 无事 心中无事就是福气 自在安然 有一个词语叫 心安是福 一个人心中有烦恼 是感觉不到幸福的 只有没有烦恼的时候 才会感觉有一阵阵清风 慢慢吹过 可以安安心心看白云飘过 可以感悟春天的花开花谢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和尚 发现寺庙前面的老树上 有一只鸟窝 被大风吹歪了 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小和尚很担心鸟 在窝里休息的时候 会掉下来 连命都保不住 小和尚每天都去看鸟窝 越看越担心 有一天 他看到鸟窝崩塌了一边 他就哭了 他对老和尚说 师父 你舅舅那个鸟窝吧 它要掉下来了 算我求你了 老和尚走到老树下面一看 哈哈大笑 鸟窝已经废弃了 鸟儿也飞走了 没时抹好担心的 听了老和尚的话 小和尚破涕未笑 然后开开心心打坐念经去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那个烦恼的小和尚 心中装住不愉快的事情 担心这担心啊 过得闷闷不乐 只有在放下烦恼的时候 或者顿悟的那一刻 快乐就油然而生 觉得人生从此走向了另一种境界 第四 无病 身体健康 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病来如山道 病去如抽丝 一人生病 全家痛苦 很多家庭 因为一个人生病 花光了所有的钱 甚至负债累累 一个人 如果总是生病 那磨再多的钱 也过得很不快乐 再美的风景 也无心去看 前几天 和小区留大爷去散步 走到公园门口 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头 有专职的保姆陪住 他的脖子上 还戴住很粗的金项链 可是老头一点都不开心 眼神是暗淡的 但是这个老头 一看就是有钱人 轮椅是上万块钱的 衣服和首饰都很贵重 刘大爷说 这个老头 以前是开饭店的 赚了几百万 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真的可怜 人生就是这样 等到了一定的年纪 不是比谁有钱 而是比谁活得健康 再多的钱 不一定可以买到健康 坐在贵重的轮椅上 还不如自己走住散步 人生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钱财 地位 名誉 都是过眼云烟 太多了 反而是欲望 让人活得很痛苦 开心的人 是学会了做减法的人 舍去越多 活得越快乐 真正的智者 这八重话从不说 因果回圈很重 古人说 覆水难收 讲话就像泼水 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 讲过的话也一样收不回来 所以一句话要出口以前 不能不慎思 讲话是一门艺术 即使讲好话 也要顾虑不能洗脸碍了鼻子 你讲这个人好 得罪了那个人 话就讲得不够高明了 讲不好的话 让双方听了都不高兴 当然就更不能讲了 不好的话不能讲 有些什么话是不能讲的呢 一 丧志的话不能讲 有的人经常喜欢讲丧志 泻气的话 其实人生应该接受别人的鼓励 即使没有人为我打气 也要自我鼓励 自己不鼓励自己的志向 反而讲些丧气的话 当然就会自甘堕落 二 富气的话不能讲 人在生气时 往往不自觉地讲出富气的话来 有时是伤害别人 有时也伤害了自己 人在受气的时候 最好是保持冷静 不要随便发言 因为气头上所说的话 往往很难听 因此不能讲 三 抱怨的话不能讲 人在不满意的时候 经常说出一些抱怨的话 怨恨主管 怨恨朋友 甚至怨恨家人 你经常讲抱怨的话 被别人听到以后 借题发挥 搬弄是非 说你要对付这个人 要对付那个人 最后自己自食苦果 何苦来在 四 损人的话不能讲 有的人轻浮 对人不够尊重 包容 经常在言谈之间 讲些损人的话 有时候是损人利己 有时是损人不利己 语言损人是一时的 但自己的人格被人看清 所受的伤害是永久的 五 自夸的话不能讲 有的人在言谈之间 喜欢宣传自己 自我标榜 自我夸大 别人听了必定不能认同 所以自我夸大并无实意 反而自我损伤 人要伟大 必须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 伟大是要别人讲的 不能自我称大 自我还是谦卑为好 六 不实的话不能讲 佛教的五界 妄语界是其中之一 妄语就是 见言不现 不见言现 是的说非 非的说是 也就是所谓说谎 是不实在的话 狼来了的谎话说惯了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七 机密的话不能讲 人世之间都有很多机密 包括家庭的 公司的 业务有业务的机密 国家有国家的机密 现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视机密保护 如果你泄露了机密 会受到严办 要负很重的刑责 八 隐私的话不能讲 每个人都有隐私 自己的隐私当然不希望被人知道 别人的隐私自己也不能讲 就算你揭发别人的隐私 没有引起对方反击 但已暴露了自己不厚道的性格 人住房子 不但为了遮阳避雨 也为了安全 最主要的 是为了保护隐私 人穿衣服